股民黨方面副總統參選王如玄深陷軍宅買賣爭議 也讓主帥朱立倫直接搶名是有兩大遺憾 第一是外界看不到王如玄過去的貢獻 第二是王如玄講清楚的速度太慢了 王如玄今天就說自己很抱歉 是選舉素人還在學 第三個感想是我最近還在學習的 就是超越挫折 買賣軍宅爭議讓王如玄元氣大傷 怎麼只寫競選站台少了 公益活動多了 對著大學生也敢拿自己開玩笑 我也沒有想到有一天會參選副總統 我也沒有想到這一陣子 我是網路上最夯的人 可能還比蔡英文還夯 其實除了法律的基本要求 開始學會了道德的要求 社會觀感的要求 我也虛心受教 凡是做錯的 我們都願意來做修正 不對就修正 王如玄出現不到一個月 已經選到搬出宿舍 捐獲利 老公還口頭請辭 朱立倫雖然說對王如玄很抱歉 但也有兩大遺憾 王如玄的貢獻沒有被看到 更埋怨王如玄說清楚的速度 太晚了 主席其實真的親口跟我說過 他覺得對我很抱歉 就把我拉進來這場選戰裡面 但是我跟他講 我覺得我對他更抱歉 我是選舉的素人 平常心講也不是一個政治人 所以其實對選戰等等 我的確是在學習在摸索 主帥點名他的律師性格 不了解社會觀感 只在意是否違法 現在王如玄終於體會 只是選戰只剩一個多月 重新學習 不知來不來得及 綠電TV另外尋出其餘台北報導 我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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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知道